习近平总书记对深圳寄予厚望 这些年 深圳高新技术产业发展成为全国的一面旗帜 要发挥示范带动作用 近年来 深圳创新发展交出亮眼成绩单 2021年 全社会研发投入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 攀升至5.46% 处于世界领先水平 PCT国际专利申请量居全国城市前列 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 提升至39.6% 在科技部和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 日前公布的《创新型城市创新能力评估榜单》中 深圳创新能力位列国家创新型城市榜首 2021年 深圳高新技术产业产值突破3万亿元 正在打造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创新创业创意制度 未来我们深圳继续在创新领域进行领跑 第一个还是要成为一流的创新营商环境和创新的生态体系 第二个方面我们深圳要加大资金链 创新链 人才链和金融链进行融合 那么未来我们还要强化和全球科技创新活动的对接 才能异于全世界的科技创新之灵和科技创新的一些高地 今年6月6日深圳出台意见 聚焦20个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重点领域和8个未来产业重点发展方向 集群发力推动质量变革 效率变革 动力变革 一个局限的发展可能带动其他几个产业局限联动发展 那么通过创新的外议形成个区域的一个联动 共建产业链和供链 今年深圳将强化机制支撑 平台支撑 改革支撑 着力推动创新五大行动落地见效 面向未来 深圳十四五规划纲要提出 到2025年深圳力争GDP总量实现超4万亿元 一个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和产业创新高地 正在从蓝图化作生动现实 感谢观看